你好,我是Lily,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5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经济这么萧条 为什么强国的银行存款还大幅增加了呢? 先来看一组数据,同花顺因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6月末,6家国有大行个人存款余额约为62.34万亿元 较2021年年底增长9.1% 同期9家股份制银行个人存款余额约为9.13万亿元 较2021年底增长12.73% 从存款期限结构来看,6家国有大行个人活期存款 较2021年末,共增加7,326.75亿元 个人定期存款比半年前增加4.47万亿元 9家股份制银行个人活期存款较2021年末,共增加2,687.22亿元 个人定期存款比半年前增加7,623.08亿元 据国新办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 2022年上半年存款大幅增长 人民币存款增加18.82亿元 同比增加4.77万亿元 看到这个数据,大家觉得奇怪不? 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经济非常萧条 国内外订单大幅下滑 还时不时的某些个城市封控 很多企业苦苦挣扎 更多的企业或者破产倒闭 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印度等地 企业裁员降薪 那更是不用提了 连人们热衷的教师公务员都降薪了 目前没看到哪个人说现在收入好的 除了退休人员和老干部 按理说 人们收入减少的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花老底的,把以前存款花掉一些 以应对目前日常生活用品涨价的困境 但是为什么所有银行的存款还增加了呢? 微博上有位叫猫部旅人的网友说 今年他接到最多的电话 就是各个银行打电话求着贷款的 他都是文句说 你拿我存羊羊的钱又借给我吗? 他说M2供应量一直在增长 但是融资和贷款的企业和个人在减少 很多行业的中小企业对资金需求降低 生产出来的产品外贸内销都不好 即使当下的双十一 大家购物的欲望也在大幅度降低 不是大家不想购物 确确实实是大家手里真的没多少钱了 银行贷给企业的资金流入企业后形成空转 存起来而不是拿去投资扩大再生产 清华大学调研报告 2022年上半年 国内60万家企业 46万家企业倒闭 310万家企业注销 7月开始 全国每天4万家企业停业 2019年前 每天倒闭注销几万家企业 同时也有几万家开业 但是今年基本都在倒闭 而开业的极少极少 M2也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 是指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 加上企业存款 居民储蓄存款 以及其他存款 它包括了一切可能成为 限时购买力的货币形式 现在经济形势很远近 银行就想把钱放贷出去 让企业投资 但是现如今的国内外形势 再加上今年以来的极端清零政策 哪个企业敢投资 扩大再生产都在压缩规模 裁员以求度过寒冬 因此贷给企业的钱 他们就存在银行了 就是央行放水不少 贷款创造出的资金 更多的转化成了存款 这是企业的部分 那个人存款增加就更好理解了 以前经济好的时候 该买的不该买的也都买了 现在收入减少 不该买的坚决不买 以前衣服每季都贴新衣服 新鞋子 现在看看钱包扁扁 还不知道下个月有没有工作 会不会被裁员 那就穿以前的旧衣服 不再添置新衣 出去吃饭 吃快餐 大餐不吃了 旅游自从疫情一来就很少出生 甚至出事了 这笔钱也省了 看电影 在家看网络电影 影院今年以来也没怎么开门 所以普通人的生活 就是节衣缩食过日子了 因此虽然日常生活用品 食品在涨价 但是别的地方省的钱 比这些支出多 省下来的钱 或者提前还房贷 或者存在银行 因为大家知道 以后的日子会更难过 存钱以备将来的需要 还有一点 以前很多中产投资理财产品 这两年大家都知道 银行理财产品要出大问题 因此都选择了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存款 虽然利息比较低 但是风险性也较小 不像理财产品 利息虽然高 但是可能本金都会没有风险太高 这就是今年以来 虽然经济一片萧条 但是银行存款却大幅增加的原因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